狮子想迈上长荡 怎料短小的大长腿够不到 无可奈何 只能让狮尾助攻 然而前面的还是一样 依然差了半截 狮尾激烈 直接来了一招铁板桥 狮头这才顺利通过 为了给自己找回面子 狮头直接伸腿把凳子勾过来 两个凳子合在一起 然后站上长荡 再用奇迹迎桥把凳子抬起 一个托马斯回旋 丛哥再次惊险过关 紧接着跳到狮尾肩膀 想依靠高度跳过去 殊不知差点倒灶 狮尾一看不好 一把将其拽了回来 然后以腿当作棺材板 送尸头过河 最后一关也是最危险的一关 因为凳子一边没有支撑点 狮尾只能靠着腰力硬挺 然而对方刚刚走出三步 狮尾面色苍白便要一泻如注 尸头赶紧退回来 狮尾用上吊绳绑绑住对方腰子 再次尝试还是差之好理 狮尾顿时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事 裤齿把上吊绳套在脖子上 然后拿出双截棍 一通组装后递给尸头 尸头顿时心领神会 把牙签粗的打狗棒插向地面 立刻形成了支撑点 尸头果断踏上老虎凳 缓缓来到食人鱼面前 樱桃小嘴库吃一声叼下食人鱼 历经磨难惊险过关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有志者是进程